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娜娜隊成員短禁 近日跟好友嘻嘻泱泱一起到歐洲旅遊 沒想到一群人先是住到又老又臟的旅館 房間沒有窗戶 門把手壞掉 浴室還會漏水 換了第二間民宿後 還遇上搞失蹤的民宿房東 甚至給了錯誤的門鎖密碼 不料歷經種種波折後 就連回程的班機都很不順利 他們從荷蘭搭機返回台灣時 抱到櫃檯卻提早關櫃 只能緊急購買其他航班 當天正好有兩班在香港轉機 各剩下一個位置 她和希希就臨時買了機票 沒想要遇上班機延遲 趕不上原本要轉機的航班 被迫獨自留在香港四個小時 讓她忍不住在轉機大廳崩潰痛哭 不過短禁也樂觀地表示 雖然旅程很辛苦 但遇到了很多可愛的人 覺得她太有趣太好笑 因此對她的態度格外親切 讓她笑稱果然愛笑的人運氣不會太差 不想收緊出面 凡許的 不想收緊出面